大家好 不是蒙不過江 不是真人不露相 歡迎各位再度收看股市門道 好 今天這個大盤開個小低之後 一路震盪走低 收盤下跌122點 那我相信你每天看我節目的人 對於今天的下跌 你一點都不意外 這幾天我都跟各位講過 包含昨天我跟各位講過 我說目前還在初跌段而已 任何反彈都是空點 昨天我跟你說9150以上不會來的 現在連要看到9000點都很困難 不要說9150 好 今天要談的部分成交量 為什麼要跟各位談成交量 因為今天的成交量1057億 我看到有人說啦 某個分析師是誰我也沒聽啦 我只是說有人說這個殺出量來了 有人去接 那我要告訴各位 今天的這一根量沒有異常 同樣的量能結構 同樣的量能結構 各位投資朋友 12月3號 12月3號這一根量出來的時候 各位投資朋友 我跟你講什麼 你可能忘記了 我們現在讓各位來看一看 我當初跟各位講 這一根量是什麼意義 然後我再來跟你解 今天的量 然後再來跟你談什麼 談後面的行情 好 麻煩導播幫我們放一下 12月3號那一天 這一根成交量出來的時候 我跟各位講過什麼 1147億的時候我跟各位講過什麼 我們再來告訴各位 今天的量能又是什麼意義 好 麻煩導播先幫我們放一下 我上次跟各位談成交量的時候 是哪時候 是10月15號 12月15號這一天是大跌 這一天大跌啊 跌幾點 8768 8655 這樣下幾點 8768 8655這樣下幾點 下100幾點 下100幾點爆量下跌 我告訴你會再跌嗎 我是不是告訴你 我說這一根量是好事 為什麼這個是好事 因為這個是低檔主力進場承接的量 代表什麼 代表有主力進場承接 所以還沒漲的時候 我是不是告訴你 一定還有一波反彈的行情 我是不是告訴你 還有一波反彈的行情 對不對 好 所以說今天這個成交量 各位投資朋友 我們這樣子講 在這裡接的 在這裡接的 這段時間沒有量 沒跑 可是時間價位 那個等一下再來談 好 那今天這個成交量 你必須去思考 今天這個成交量1144億 到收盤是1144億 如果你是當初我跟你講的 接在這裡的人 接在這裡的人 大跌去接的人 有沒有可能是在今天 這個今天放量的時候去跑 有沒有可能 這個是大家沒有去注意的地方 各位投資朋友 反彈跟回升有什麼不一樣 反彈是放量 見到高點 結束 我打個比方給你聽 9593點是不是跌到9014 然後漲到多少 漲到9532 漲到這個高點之後 一路往下又下去破底 那這中間的過程有沒有量 858 830 880 對不對 有沒有量 沒有量 800多億 80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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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一天 1011億 到這一天最大量 1156 1156 1156億 然後呢 然後再來 還有一個短線的高點之後 然後 就一路往下 為什麼 這個叫做短線的反彈 這個叫反彈坡 反彈坡放量 見高之後 結束 那這個是不是反彈坡 放量之後 見高之後結束 往下 是不是 所以說 當初在低點的時候 這個人去接 誰是誰 你不用去管 我跟你講 這個叫低檔的異常量 這個叫高檔主力的異常出貨量 你只要出量 有人說 看量 你今天看到量 你覺得是不是好事 未必是好事 有時候我們要去反向思考 在低檔放量的時候 一定有人去接 買跟賣 有人買就有人賣 對不對 那誰接的 還沒漲的時候 我是不是告訴各位 這個叫做即將落底的訊號 為什麼叫做即將落底的訊號 因為低檔出現異常量 有人接一定還有一波反彈行情 那所以說呢 我問各位 如果你是在低檔接的 有沒有可能今天拉起來跑 有沒有可能在這裡接的時候 在這裡接你今天量出來 你今天拉起來在這裡跑 還是在這裡接繼續買 這是第一個 給你去思考的重點 好 那個 剛剛各位都看過了 那個已經是試過進前了 各位同志朋友 你現在事後來看 這一根量 我跟你說 有沒有可能是低檔承接起來的 拉起來跑 你現在來看是不是拉起來跑 這一根量跟這一根量 有什麼不一樣 也是不是一樣的道理 這是大漲 這漲一百多點 這裡大漲 這一根量出來也是大漲 這是反彈放量出來 這一波反彈看到量出來 見到高點之後結束 這一根呢 這一根是不是一樣的道理 反彈放量出來 見到短線的高點之後結束 這裡跟這裡位置是不是一樣 是不是一樣 我們現在事後來看是不是一樣 我們現在事後來看是不是一樣 可是當初我跟你講的你相信嗎 你聽得下去嗎 你敢聽得下去嗎 你敢聽得下去嗎 這個叫低檔的異常量 有人接代表有人進場 一定還有一波反彈行情 這個在高檔 低檔接的 這個叫反彈波 這個叫什麼 反彈放量進高 行情結束啦 上禮拜 上禮拜我們告訴各位 我說9000點不會是支撐 除非大盤能重新站回9170點 否則我認為這一波的反彈 已經告一個段落 今天出門之前 我看到有人說 當然是誰我沒有注意聽 我也不想批評別人 沒有意義 因為這個同樣是分析師 為什麼我楊少凱 同樣在電視解盤 為什麼我跟你說 會這樣子走 目前完全照我畫的走 你平民在看電視 我要請問各位一個問題 這一波的反彈目前為止 是不是照我講的走 從低檔往上到目前為止 到目前為止 我有沒有跟你改過任何一張圖 兩個月的時間 有沒有照我目前我畫的走 有沒有 台灣有沒有第二個人 比我楊少凱畫的 跟我畫的一樣 目前就是出跌段而已 今天這一根量 我跟你講這一根量沒有異常 這一根量叫做什麼 標準的空方趨勢的量架結構 你說會不會再跌 什麼叫異常量 為什麼這個沒異常 為什麼這個有異常 為什麼這個有異常 這個阻力有進貨 這個主力沒進貨 為什麼 我們這次課程 上個禮拜六剛上完 額滿 我都有交 最後一次機會 好就是最後一次提示 我們時間也確定了 我們時間也確定了 上完課之後 我說過有什麼問題 我也留手機給你 你不用擔心 我們上完課這兩天 都是在印證行情 讓你當場印證 這兩天我幫各位做複習 透過盤中的LINE 再做複習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你學不會 這只是量的一個部分 什麼叫異常量 是相對量不是絕對量 不是今天1557億 這個大盤 這個跟這個就不一樣了啦 有興趣的 把握最後的機會 行情我講過了 現在才在出跌段而已 一路跟你講空嗎 沒有吧 有沒有告訴各位 10月17號的時候 有沒有告訴各位 下週完成末段修正 時間轉折 何時收紅 有沒有收紅 收紅有沒有告訴你 五浪完成跌完了 同一週告訴你會ABC反彈 然後五段式下跌 下週 禮拜一 下週會怎麼樣 繼續收紅 會封閉缺口 有沒有收紅 有沒有封閉缺口 10月31號又是禮拜五 禮拜五 下週 下週 禮拜五 禮拜一 禮拜一說過 禮拜一 最快要整理到明天 下週 禮拜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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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拜一 禮拜一說過 禮拜一 禮拜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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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拉抬,最後倒數 進入西浪的最後拉抬 有沒有講? 時間、空間 時間、空間滿足點 9150到9250 9150點以上開始進場放空 你現在來看我跟你講說 9150點以上開始放空對還錯 對還錯 今天大盤幾點 今天大盤幾點 我們告訴各位 會彈到哪裡 最高來到哪裡 拉近一點給你看 最高來到哪裡 11月21空間滿足 9150到9250 最高來到哪裡 這樣一個禮拜SOA 我們照整張 有沒有告訴各位 這個SOA就有轉折 代表這一波AB7波反彈 已經告一個段落 未來將進入另外一階段的 向下修正不要做錯方向 有沒有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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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沒有告訴你 我有沒有告訴你 現在在走出跌段而已 我有沒有告訴你啦 還沒開始漲的時候 我有沒有告訴你 會先彈 彈到哪裡的時候 我有沒有告訴你 會彈到哪裡 彈完之後 我有沒有告訴你 你現在會這樣子 我問你啦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哪裡不一樣 這行情跟我講的哪裡不一樣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哪裡不一樣 你看 你還想不聽什麼嗎 你想聽看得懂的人說的話 還是看不懂行情的人 在那裡跟你拆行情 現在還在出跌段而已 各位同志朋友 這行情我看得懂 目前也照我的規劃發展 現在才出跌段而已 未來 未來還有更大的主跌段向下修正 這一段走完 還有一次機會給你 還有一次機會給你 但是這一段還沒結束 我講過 我講過這一段還沒結束 我上禮拜三有沒有告訴各位 我有沒有告訴各位 九千點不會是支撐 這個離目標 初點段的目標 離這個九千點都還很遠 都還很遠 到的時候我會給你驗證 但是到的時候又怎麼樣 到的時候是怎麼樣 到的時候是怎麼樣 到時候他還有一次會 跑上來給你 跑完之後後面還會再下去 就好像這裡有機會給你跑 有機會給你做空 做指數的 每天在那裡跑來跑去 你看問我們會員 就是一個波段 做多也是一個波段 做空也是一個波段 不用跑來跑去 看不懂就跑來跑去 每天都只想到做當沖 大行情你都看不懂的 做什麼當沖 我講的這個大行情 有沒有照我講得走 大條的你探望 你要去洗條 你去洗條 你去洗油嗎 這麼好衝 我告訴你 這就是行情 錢就是在這裡 所以現在才出跌段而已 還沒結束喔 結束完之後還有一次反彈機會給你 後面這個更大喔 後面這個更大喔 所以各位同志朋友 不用想那麼多 我只能告訴你 你跟著我楊少凱的腳步 迎接每一階段的大行情 我會幫你賺大錢 不是幫你賺過年紅包而已 還要怎麼樣 讓你提早退休圓夢 有興趣的 上課也好 參加會員也好 歡迎你跟我們注意緣員掐詢 我們休息一下進行廣告 馬上回來 啊 做好環境清潔 清除積水容器 才能免除登格勒的威脅 啊 毀了我的家 就沒有清潔萬萬到我了 投資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顧得頭顧 都有期貨 股票 雙正兆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入會資金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固得頭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固得頭顧 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顧 固得頭顧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固得頭顧 秉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期貨股票雙正兆 使您反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會資金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挺你的頭顧 固得頭顧 頭痛 請用五分鐘 平價婚禮 頂時享受 幸福就從一朗開始 關於幸福等待 就像是我倆人生故事的前導片 給你一場高貴不貴美麗回憶 老店新開 風華再現 一朗以全新面貌為您服 好 歡迎各位繼續回到現場 做多是大家的習慣 那我講過 如果未來會大跌 一定還要利用什麼 利用還沒大跌的時候去改變習慣 先買後賣跟先賣後賣 買股票是先買後賣 放空股票是先空後補 先賣後賣 就是這樣子而已 行情最起碼要看得懂 再來談股票 如果連大盤都看不懂談股票 你覺得那股票會很準 我只能告訴你 你也可以自己來 你買多一點的股票 一定會碰到跌升反彈的 對不對 那何必把錢拿給人家練功夫 要練功夫 你也要來跟我學好功夫再去練 台積電 我有沒有告訴你 我為什麼空它 空間可以滿足了140塊 最高到142 最高到142 我在這一天空的 空的原因在哪裡 亮標指標結構 未來勢必向下修正 11月28號 我說下個禮拜 收黑反轉 我還講反轉 不是修正 有沒有收黑 有沒有收黑 我跟你說大盤收紅 哪時候收紅 我跟你說股票哪時候收黑 有沒有收黑 有沒有收黑 收黑有沒有一直往下 有沒有 怕多少 百三 對 對 對 我跟你說不跌停 但是你要抗幾點有幾點 這種股票你要空空這種很安全 不要去空小型股 小型股暴漲暴跌 你要做到投機的投機的 它跌的時候賣不掉 有了 有了 蓋很後蓋 你的時候賣不掉 我問你 這蓋的時候有人說 這外面有人說 這漲的時候大家都有 好像沒有買到百灰的都不對喔 好像沒有買到百灰的都不是投顧老師 一定要有開一種一般的投顧老師 才是投顧老師就對了 我問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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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不大家都有賣到 沒有賣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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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可以在這裡撈下去 是在這裡撈下去 大力光 做骨頭蛇 懶得講 真的懶得講 大力光 懶得講 也沒有時間講 我只跟你說 下個禮拜收回反彈結束 11月28號 這個還會再跌喔 你不要認為他今天不跌就不跌了 我跟你講還會再跌 可乘 我跟你說 長線轉折向下頭部完成 現在在哪裡 是不是這個低點破掉了 有資金的我們高架俱樂部 洪準 我跟你說 這個月是長線的時間轉折 2354 這個月就是收黑啦 怎麼空 浴掛89.1 最高89.2 這一支 我跟你說 掌勢末端加時間波 掌勢末端加時間波 這支 掌勢末端加時間波 這支 我跟妳說 這支 還要下路嗎 這一支 反彈結束 未來會向下修正 這一支一樣是漲勢末端加時間波 未來基本面不佳 有興趣的投資朋友 歡迎你加入我們的行列 記得我跟你講的 現在才出跌段而已 未來還有更大的主跌段向下修正 想賺大錢的 歡迎你加入我們的行列 事業關係跟各位講到這裡 我們明天再會 拜拜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各也有大正確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好 誰說了三 我是物流專家 讓全球熱愛MIT產品 我很好 非常好 我是Dr.Beauty 讓世界都變美 我是Happy達人 讓香蕉皮變成抗肉欲保健食品 自由經濟示範區才是台灣的潮 既在地又有競爭力 一起炒吧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固德投顧都有期貨 股票 雙振兆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既會資訊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固德投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固德投顧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顧 固德投顧 當您投資失利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固德投顧並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期貨股票雙振兆 使您反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會資訊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甜蜜的投顧 固德投顧 頭痛 僅用五分鐘 哇 哇 哇 大都會國際家具